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这个过年 贺岁电影也是特别多 像这个比较有名的星爷跟徐克出的那个叫西游什么扶妖片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两个特别了不起的电影 一个是欢乐喜剧人大电影 还有一个极限挑战大电影 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 既然这么多的节目 综艺节目 真人秀节目都能改变大电影 我想我们节目也可以改变个大电影 之前就说过改变大电影 人少 但是现在人多了 有我认识的 不认识的 对不对 这么多人在一起 我们可以做一个叫什么 浮夸的爱情动作片 有人说你们这个破节目 不 你们这个节目 爱情 哪有爱情 对不对 我们有斯文跟程度 两口子 是不是爱情 肯定是爱情嘛 对不对 哪有动作呢 我们有蛋蛋跟建国呀 那浮夸怎么办呢 我们还有屎檐啊 但是之前看到赵星之后 我觉得屎檐会失去角色 每到春节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时候 我有羡慕的国家 地区和人民 我比较羡慕泰国 马兰西亚 新加坡这些地方的人 因为每到过节的时候 大量的中国人都跑到那个地方去过年 对吧 而当地人 他们就根本不用出国 就会有一种出国过年的感觉 今年还有很多朋友计划 开车回家乡 对于这些朋友呢 在这里借着节目的机会 也劝你们一句啊 要带好必备品 是吧 比如说你车上要放 给爸妈带的年货啊 给亲戚的礼物啊 给亲戚朋友孩子的红包啊 当然还有一些你自己要用的 是吧 比如说帐篷啊 窝尔瓢盆啊 纸尿裤最重要了啊 最重要的是纸尿裤好不好 然后呢 最好呢 后备箱能带的话呢 也带上一点饺子 因为很有可能 年三十人你是到不了家的 好吗 再过不了两天 咱们又要看全国的春节联欢晚会了 那我相信呢 咱们中国很大 对吧 各地过年的民俗尽管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 那就是非常开心 那在这个欢乐祥和的日子 我们要和家人朋友一块 说出那三个字 过年啦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欢迎回来六个合同 今晚八年后头合同 我是王自建 谢谢大家 谢谢 那么现在正在收看电视的 各位观众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微信的摇一摇 摇电视功能 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 首播号题讨论 就有机会获得 节目组提供的游戏充治理权 这样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那天啊 我跟叶导就聊了一个过年的事 叶导跟我说 看蛋蛋特别可怜 我说为什么呀 然后叶导就说 你看蛋蛋刚发的朋友圈 他说刚刚下载了一个 共享单车的APP 我说下共享单车的APP 有什么可可怜的呢 我早就下了呀 对不对 叶导说 你再看那上一条朋友圈 写的是 没有抢到过年回内蒙的火车票 每年过年有一个话题 是我们根本回避不了的 那就是春运 每年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觉得呢 这个最奇葩的一个地方 叫12306 那个网站 就不想吐槽了啊 我觉得这个题再次出下去 很有可能就会出那种题啊 有一个王建国 一个史严 一个李淡 一个叶导 请问这四个人里面 学历最高的人是谁 你根本就选不出来 对不对 因为四个人都是本科比 虽然有一个人是交大的 但也就只是个本科而已 好吗 每年春月买火车票 我们都是一直从键盘 一直被挤到火车站 在火车站里面 还要挤来挤去 我们为了什么 我们还不是为了 能过年回个家 在温暖的 开心的家庭里面 听见你的父母 跟你说上那句 交女朋友了没有啊 每年过年 很多已经结婚的新家庭 都会面临一个 非常难以选择的问题 就是过年回谁家 大量刚刚组建家庭的小夫妻 在过第一个春节的时候 都会吵架 由吵架来决定 到底回谁家过年 有调查显示 有70%的家庭 都是会因为这个事情吵架的 显示意见 我属于另外30% 对吧 我们家是不会为这种事吵架的 我们家都是回我家过年 明白吧 因为如果不回我家过年 他强烈要求回他家过年 而我再要求回我家过年 然后我们回一家人去医院过 建国呢 现在在上海发展的还不错 每次回东北过年的时候呢 就想跟朋友们炫耀一下 自己在大城市发展的成果 是吧 就把能教的同学都叫上了 到了他们家那儿 最豪华的一个五星级酒店的那个饭店 到那儿去 摆了一大桌子 请大伙吃饭 一边吃饭 一边各种笑容 我在上海怎么怎么着 我在怎么怎么着 就各种说 电视台 建国明星 说 吃完之后结账 还要炫耀 那啥服务员来一下 掏钱包 偿款钱包 掏出来对吧 啪一打开 一排卡 这个 我这张黑卡能打得吗 这张白金卡能打得吗 这张金卡 能不能打得 就跟那炫耀自己的卡 是吧 然后旁边一个同学看不下去了 拍拍建国 指着旁边另外一个同学跟他说 那个国仔啊 你别问服务员了 你问问 问问老张吧 我问老张 刚好呀 这个酒店他开的 现在的过年呢 我不知道南方 尤其我们北方人 回家之后 过年几乎就是天天喝 我有一个朋友 他自己本来是交警 然后过年的时候 还是天天到朋友家呀 饭馆天天跟人喝 有一天正喝着半截 接到一个电话 说现在紧急出任务 由于过年期间 喝酒情况太严重了 让他出来临时站一个岗 这个查个酒驾 他没办法呀 国家的事 集体利于大一一切嘛 对吧 于是喝半截酒 就不喝了 就走了 出去查酒驾去了 那当天拦下酒驾司机 特别特别多 尤其有的司机 都不需要仪器 对吧 拦下来 请问您是不是喝酒了 我没喝呀 怎么没喝 刚跟我一块喝的 快下来 在我们北方 过年期间是很难吃到 不冰冻的海鲜的 这个问题呢 从小其实对我们 也不构成什么困扰 因为没来过南方嘛 没吃过现在海鲜 什么样嘛 就觉得那样的海鲜 已经挺好吃的了 但是其实我一直就在想 那些真正生活在 沿海地区的同学 他们过年回家 是一个什么场面 我们能想象一下吗 广东的福建的浙江的朋友 过年一回家 一推门看年夜饭 摆着虾 蟹 鲜 鱼 扇贝 海参 橡拔棒 这鲍鱼 一大桌子 他会跟他妈说什么 妈 他过年的 怎么又吃这些啊 我们国家 一般过年的时候 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小习俗 尤其是小城市 越小的地方呢 习俗越奇怪 比如说王建国他们家 过年呢 要给财神做饭 你们听说过吗 然后王建国有一次 小的时候啊 就是晚上起来上厕所 饿了 就把财神那桌饭就给吃了 天神走起 王建国他妈特别高兴 以为财神显灵了 把咱家饭吃了 就让建国妈又炒了一桌 又摆那了 反正王建国也不说话 天天晚上吃 反正这事最后还是漏馅了 倒不是被王建国 他爸他妈发现了 而是有一天 王建国在他妈 给财神炒菜的时候 去跟他妈说 说妈 这个又炒这些啊 那什么 财神 可能吃腻了吧 财神今天想吃麦当劳 其实说到过年 来自内蒙的李淡的 过年的感受 跟我们一般人都不一样 他们拜年就是喝酒 我们一般拜年是拎着酒 对不对 据淡淡说 他们拜年是端着酒 敲门啊 新年快乐 咔就干了 但是我们说的这种习俗 如果换一个地区 如果换一个地区 可能就不行了 比如说到同样 能喝的东北 对吧 比如举个例子 王建国在东北过年 如果天天就这么喝 可能喝没有一两天 就受不了了 对吧 每天一睁眼来拜年 光光就喝 哇 到中午又喝 哎呀 到晚饭之前 喝了四斤多 对吧 肯定受不了了就跑了 一边跑一边 骂骂咧咧的嘴里 还在那抱怨 对吧 哎呀 什么玩意啊 一天呀 啊 光光 啥没干就喝四斤酒 光喝酒 这谁受不了 也不给吃串 当然我们必须得说 酒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得重视 并且尊重酒文化 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得知道 酒要少吃 喝酒毕竟是伤身嘛 所以我们可以保留 这个文化的形式 对吧 也是端一碗过去干 对吧 但是不一定喝酒嘛 对吧 看了我们这么有文化的节目 你们不觉得应该改成六个合同吗 我们小的时候过年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 就是宽心鞋 穿新衣服 尤其是在我建国 我们这代人小的时候 我记得那会儿是科比三代 那个鞋当时是最贵的价格 999人民币 当时爸爸妈妈一个月 可能就挣一两千块钱 我建国他爸 买了一双 过年前提前买好 我给王建国高兴 就要穿 王建国他爸就死心拦着不让穿 说新鞋啊 必须得初一才能穿 为啥呀 我现在就要穿 不是你穿 你弄脏了咋整啊 我挑好地走 那也不行 你这个磨了怎么办呢 那咋整啊 就一直想着就不让穿 但是王建国在大年三十 当天早上起来 实在忍不住了 趁他爸他妈不注意 他把新鞋就穿上了 我心里无比舒畅 但是想到爸妈妈说的 没到初一 穿上新鞋 弄脏了弄破了怎么办 王建国早就想好了对色 直接就坐在了爷爷的轮椅上 到处还给人拜年呢 结果那年去他们家拜年的人最多 每个人都是 你说大过年的出这种事 还有一种非常奇妙的说法 叫正月里剃头 死舅舅 对吧 但是其实这件事呢 没有 真的是没有几个人在在意 对吧 除了舅舅 尤其我舅舅 每年过年的时候 都会把我接到他们家住一段时间 美其名月是想我了 其实就是想看着我 小时候不懂 后来慢慢大了 我就知道这个事 于是我就在他们家作为作福 对吧 要吃要喝 天天到处玩 就玩游戏机 就吃冰激凌 不给玩 我就拿个剪子 揪着头发 你干嘛 今天我们是过年前嘛 大年二十九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环节 现在大家手上都拿到卡片了没有 拿到了对吧 好 那么大家就把你们要对我们 今晚巴黎后脱口秀想说的话 写成一句新年的祝福也好 吐槽也好 一会儿四位嘉宾上来讲的时候 会挑有趣的念出来 好不好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欢迎回来六个合同 今晚八零五多个秀 我是王子健 谢谢大家 谢谢 那么现在正在收看电视的 各位观众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微信的摇一摇 摇电视功能 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 首播话题讨论 就有机会获得节目组提供的游戏充治理权 这样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新春假节这一天 五十六个民族一起分享咱们的幸福 咱们就来听一听 淡淡来说一说 内蒙古过年那些新鲜事 来 欢迎淡淡 大家好 我是李淡淡 大家好 我是李淡 下面就有请司仪小姐 把刚刚你们提的问题拿上来 这个都是谁问的 我看一看 这个是美女妹妹 你不是男的吗 美女妹妹说 你这个问题就说淡淡能不能贴个双眼皮贴 我还真试过 我就贴双眼皮贴不上去 一贴正好把眼睛挡上 彻底看不见了 最后这个问题比较好 黄倩倩 黄倩倩说 王老师 你哪里像梁朝伟 在这里我给大家解答一下 这个王老师的朋友像梁朝伟 送礼物吧 一个内蒙古的酒囊 我们就送给这个黄倩倩吧 好不好 不会就没事 浇花啥的也行 没事我爷爷会喝 好好好 你这个度数高 别给爷爷喝太多 没事没事 过年了都挺高兴了 但是我就比较丑 我不太想过年 因为过年就回家嘛 回内蒙 就不想回家 回到内蒙 过年就四件事 骑马 再马上自拍 把照片发给在上海的朋友们 然后欣赏他们又被我骗到了的样子 内蒙人真的不骑马 我们平时真的不骑马 就算是骑马 过年的时候也不骑 太冷 冬天的时候在内蒙 过年就很枯燥 只能做一些室内的娱乐 比如说打打麻将 喝个酒 去洗衣中心 洗个澡 北方 就是过年的时候 一天能洗好几次 你上午刚洗完 中午接个电话 李大 回来 过年请你洗澡 上午刚洗 是不是不给面子 上午洗了 下午就不能洗了吗 我说下午洗 我没什么好洗 洗衣洗嘛 去一去 澡堂子味嘛 来吧 而且我跟你说 跟好哥们 去洗澡 俩人一起去 从头到尾 就是一场战斗 就是互相比 不停地比 从这个戳枣开始 进去以后 一人一个小床 一人一个老大爷 开始戳 我有时候都怀疑 那老大爷戳枣之前 是干啥的 特别狠 但是呢 这时候就要比 你说喊疼 你就是怂啊 就得劲 大爷 使劲没事 使劲大爷 大爷也很兴奋 哎呀 小伙子很勇敢啊 像你这样的 我已经戳死三个了 就是不能认怂 戳 浑身通孔 起来以后 整个人瘦了一圈了 皮都搓薄了 进行第二项比试 蒸撒拿 很难受的 就是除哈 进去以后 特别难受 这个时候就看你的朋友 那哥们眼神坚毅 带一点挑衅 拿那个小勺盛水 往石头上嚼 更惹 一股气 嚼啊 行吧 那我也嚼 你一勺 我一勺 你一勺 我一勺 那么冬天过年的时候 发病率最高的疾病 就是中枢 过年时候更难受的 最难受的 无法忍受的 就是放炮 从初一到十五 每天早上六点 准时就有人开始放炮 把你炸醒了 一天都有人放 没法休息 就在你窗户根底下 有时候感觉被窝 就扎特难受 你就想出去跟他吵一下吧 你也不敢 因为放炮的就是你爸 不明白 为什么我爸那么爱放炮 而且他就是觉得我也爱放 他经常带着我一起去 就是我小时候是确实放 但这个也是北方文化 也是好面子 我根本不敢放炮 北方那种炮呢 你们见过吧 那种方的特别大 就一排一排的 像火箭炮一样 咚咚咚咚咚咚 连着放 放起来地动山摇 每次放完这个炮 围着看的人都很开心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很开心自己火下来 而且现在其实都住楼房 小区 你放炮是很危险的 很不小心就把玻璃炸碎了 而且像我爸这种 爱放个鞭炮 用个杆 织上 见过吧 我们家住六个 从阳台直出去 这五楼不气死吗 我探头一看 五楼再炸四楼 五楼炸四楼 四楼炸三楼 三楼炸二楼 你说炸一楼的人 是不是气死了 没有啊 一楼都放二踢脚 炸六楼 谢谢大家 我们家节这一天 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能够回家和家人团聚的 很多人都要面临 在工作和回家 一个双难的选择 让我们有请海元 来分享一下他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梁海元 刚才收集了一些观众 对我们说的一些意见 麻烦李懿小姐帮我们拿一下 马静是哪一位 是一位颜值还挺高的女孩子 她对我们节目组的意见是这样的 就是你们是有多穷 就不能按一个电动的拉幕吗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电动的拉幕 我们想装单太贵了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很多嘉宾 就是脱口秀嘉宾 就是有时候你看到池子没来 其实她是有工作的 这里我有一份 就是我家乡的一个小礼物 是一个绣球 有请上来领取一下 谢谢 大家知道就是拿了别人的绣球 应该怎么做吧 对吧 然后过年回家 我们一般都会跟家里人 说一说我们这一年的 工作和生活的状态 对吧 其实我们一般都会跟家里人 就是报喜不报忧 所以我也是这样跟我爸说的 我说 爸 今年我特别好 真的 今年我做了 今晚芭蕾后头我秀的嘉宾 然后在这里工作 夜导对我特别好 待遇特别高 我在这里赚了很多钱 而且年会还中了大奖 我爸就跟我说 你做了我们脱口秀的嘉宾 我知道 但是你告诉我 你赚了很多钱 你真的以为我不看电视吗 有很多人说 不知道为啥过年一定要回家 因为回家其实特别辛苦 对吧 你要抢票 有时候你抢不到票呢 就非常的麻烦 好不容易回到家了 还要有亲戚问你 真的会问你各样的问题 你的工作怎么样啊 什么时候结婚啊 什么时候生孩子啊 你在哪里 有没有买房啊什么的 就是你会有一种 回来是自取其武的感觉 如果你发展不是特别好的话 但是呢我们的史严老师 这样的成功也是 就特别的爱家你知道吗 就是每一年再苦再难 他也一定要回家 然后呢回到家 家里从大年初一到大年初期 档期全部安排满了 然后每天有亲戚来 就给他们介绍 我是今晚八年后 我去了嘉宾 我是交大毕业的 我还娶了复旦的老婆 我还有一个140平的大房子 真的过年七天根本就不够用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我希望大家其实还是要 跟家人一起团聚 因为不回家过年 其实比回家过年还要惨 因为我试过 有一年呢 我在上海过年了 就是没有回家 那一年在上海呢 就是路上也没有车 地铁也没有人 旁边的餐馆啊 也都全部都关门了 那几天就是没吃没喝 特别不方便 你忙了一年又特别累嘛 我就想要不我找一个保姆 然后呢我就去了附近 找了一个家政公司 结果老板告诉我 现在过年保姆都特别忙 而且呢价格都很贵 然后我就说那好吧 我就转身就走了 结果老板看了我一下说 你等等 然后我就转身 我说哎 怎么 还有保姆吗 他说我看你这个形象 我觉得你挺适的 做保姆的 我听说价格很高 我就做了一春节的保姆 真的赚得特别多 就是差一个140平的房子 太累了 虽然呢过年也很多小烦恼 但是呢更多的是 其实跟家人团聚的幸福 就是如果你过年呢 你觉得回家过年压力很大的话 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的还不够好 新的一年呢 我希望大家一起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 是梁元 谢谢 谢谢 谢谢海元的分享 那其实呢过年 有没有孩子差别很大 对吧 有孩子的可以出门收押税钱 没孩子有工作的 你还得出门交押税钱 那咱们就来听听赵新的分享 因为他今年刚有孩子 欢迎赵新 收集到了大家很多的新年的建议和意见 然后我们有请我们今天晚上的 这个 笑笑 笑笑是谁 他说的是那个 赵新是不是对DJ有意思 这个绝对是误解 我怎么可能对DJ小黑有意思呢 这个笑笑 这个是我们家里面这个湖南的这个鞭炮 好 祝你有个新年快乐 过个好年啊 大家好 我是赵新 有些人可能知道 这个我这个从小呢就有两个梦想 第一呢 就是赚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呢买很多很多的 某种饮料 然后倒在一个大缸里面 然后用杯子咬着喝 第二呢 就是可以成为一个 著名的脱口秀表演者 因为这样呢 就可以很快地赚很多钱 然后买很多很多的 某种饮料 倒在一个大缸里面 用杯子咬着喝 然后前不久的时候呢 我去南昌演出 然后玩了之后呢 粉丝特别热情 在一个退场之后呢 粉丝送了我很多很多的 那种饮料 然后呢 玩了之后呢 这个第一呢 我就想表示感谢 这个第二呢 我是想说 以我今时今日的地位 难道你们认为 我缺那种饮料吗 我缺的是钢 是钢 是钢 然后今天的主题是过年了 我相信电视 以前包括现场的观众 有非常多这种 在外地上班的朋友 我想问一下 你们想回家过年吗 过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会有记者 会有记者在街上采访 他就问 你好 你想回家过年吗 想啊 那你有火车票吗 没有啊 哇 好可怜哦 那你怎么办 我有钱啊 我买了飞机票 坐飞机的时候 我经常会和空姐去开玩笑 但是主要的目的呢 是缓解他们旅途的疲惫 然后有一次的时候 我是坐在这个 飞机上有紧急疏散通道的 对不对 我坐在这个紧急疏散通道的 这个舱门的这个边上 然后那飞机起飞前呢 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空姐 然后就问我 就跟我说 先生你好 坐在我们这个紧急疏散 舱门的这个边上 如果飞机遇到紧急状况 你愿意协助我们 打开这个紧急通道吗 Yes I do 我愿意 然后空姐愣了一会儿 然后说 但是正常飞行的情况下 你是绝对不允许触碰 这个紧急把守的 可是空姐 我 我有强迫症啊 之后空姐又愣了一会儿 然后说 先生 在飞机上面是不好开玩笑的 我没有开玩笑 我真的有强迫症 但是为了你 我会学会控制我自己 之后空姐又一次停顿了 对 她第三次停顿了 然后看了看我 然后说 请问先生 你需要毛毯吗 然后我就对她说 你对人家真好 那要是你把毛毯都给我了 要是你冷 你怎么办 然后空姐淡淡地说 我冷 我会关空调的 我当时很尴尬啊 对不对 这很尴尬嘛 然后我想了想 然后我就对她说 要是你冷 你把空调关了 然后完了我热 我可不可以开紧急超门啊 还有啊 就是说有一个航空 叫做大航航空 大航航空呢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空姐特别特别漂亮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他们英语很差 这点让我一直很费解 因为必定是飞国际航空的 然后有一次的时候呢 我飞他们航空 然后完了之后 那个中午送餐时间 送了一个餐盒过来 里面装了那个食物 然后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问她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What's inside 然后空姐想了很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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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食物 當然我知道它是食物 什麼類似的食物是食物? 非常好食物 OK,OK 讓我試一下 是食物嗎? 對,對,對 食物是從你的國家嗎? 對,對 對,對,對 可以你明白嗎? 對,對,對 對,對 可以你跟我一起去嗎? 對,對,對 不,不,不,不 最後呢 因為是馬上要新春了 所以最後呢 祝全球的華人 如果大家能看到的話 祝你們新春快樂 這個何家歡樂 幸福平安 謝謝 謝謝趙欣 謝謝趙欣的故事 我特別好奇一件事 因為咱們中國真的浮原遼闊 對吧 但是你想北方過春節 和南方過春節 他們差距真的很遠嗎? 讓我們歡迎 來自廣東的暖男好閨蜜 小楓帶來她的分享 來,歡迎小楓 大家,我是崇小楓 很多觀眾朋友給我們寫了一些意見 還有建議啊 我們有請我們的李懿小姐 來,上來一下啊 嗨 好,謝謝 啊哈,是誰? 哦,那位小女生啊 第一次到現場看脫口秀 能不能多給我一些鏡頭 我想紅 你想想 我們卡斯團 這麼多鏡頭 我們都沒紅 好,上來一下啊 有男朋友了嗎? 沒有啊 那這個桃花生理就合適了啊 現在過年啊 跟以前過年的氣氛不太一樣啊 因為現在過年啊 不可以放那個煙花和爆竹 我記得我小時候啊 特別喜歡玩那些小的鞭炮 在我們廣東那邊呢 叫插炮 插炮 插炮呢就特別的危險啊 家長都不讓我們玩 我們只能偷偷的玩 有一次啊 我跟我表弟就玩這個插炮 噻,就棒,噻,就棒,噻 然後表弟說 哎,表哥 阿大爺來了 哦 然後表弟看到 啊 你啊什麼 又沒炸你 趕緊把阿大爺叫回來 我們小時候啊 就很多的押稅錢啊 就是父母都會幫我們留著是吧 就留著 然後就跟你說 這是給你以後上大學用的哟 我不知道我後來上大學 到底有没有用这笔钱 反正池子肯定是没有用了 然后我那天还跟梁海元在聊天 我们在分享 小时候互相藏压岁钱的那些心得 我就说 海元 我小时候就会把压岁钱 藏在我裤子里面的一个小兜里面 你会这样吗 哎 我压根就没有那个东西 啊 我知道你穷 可是你也不至于 一点压岁钱都没有吧 不 我说的是裤子 就每次过年啊 我都感觉自己特别红 因为每次都要跑很多的亲戚 每天跑很多个 就感觉是在感通告一样 而且去到一些亲戚家 很多人会问你很多问题 就有点像开新闻发布会一样 大爷就问我 小峰 找到女朋友没有啊 不好意思 感情生活无可奉告 我希望大家可以将这个注意力 放在我的事业上面 哦 那你现在一个月多少钱工资啊 过年的时候呢 我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带孩子 帮我的亲戚带孩子 帮我的闺蜜带孩子 大家都知道啊 一些父母的行为 特别容易影响自己的孩子 是吧 我有一个闺蜜 她特别喜欢看一些宫廷剧 什么《甄嬛传》啊 《米业传》啊 《阿仁传》啊 什么都看啊 然后呢 我带她的孩子的时候呢 就特别奇怪了 我给她的孩子一个糖果 然后说 别人给你糖果 你要说什么呀 退下吧 然后我就帮她绑鞋带 绑了鞋带问她 别人帮你绑了鞋带 你要说什么呀 平身吧 我就很生气了 我就想教育一下她 我说 谁叫你这样说话的啊 结果她就哭了 她就开始 母后 然后她妈就过来 哎 小夫你别闹啊 你带她去吃东西 这时候我能怎么说 我只能说 咋 这广东过年 有非常多的一些传统的活动啊 舞狮大家知道吗 特别的威风 其实我小时候啊 也舞过狮 不过因为我身材特别的瘦小以前啊 我老是抢不到那个狮头 我只能舞那个狮尾 而舞那个狮头的那些小孩子 哇 特别壮 而且跑得特别快 我从来都没有跟上过他们的动作 而我都只能在后面 死死地拽着那个狮尾 就一直被他们拖着 那些看的人都很惊讶 哇 看那么多舞狮 还是头一次看到会飘移的 就真的 他们在前面甩了一个狮头啊 就特别的酷 我在后面被甩 就我这样被甩 我是基本上没有多少机会 可以站起来的 所以那些看完表演之后啊 那些人评价 评价其他的一些组合 都是说 哇 这个狮子威风凛凛 哇 这个狮子栩栩如生 评价我们 这个狮子身残自尖 就广州人啊 我们过年啊 还会去逛花市 逛花市啊 我们是买很多新鲜的花 就拿一个好的彩头 我们的卡司团 知道了之后呢 就来咨询我啊 比如说赵星老师 他就问我 有什么花是代表着 家庭幸福的 而海员就问我 有什么花是可以招财的 史严老师就问我 有什么花是在教大众的 建国就问我 有什么花是可以吃的 就 建国我是个广东人 你不要一看到我就问 这种问题好吗 真的 就肯定都能吃啊 好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三年饭老 打开打开 谢谢大家 我熊小峰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欢迎回来六个后头 这晚八点后头 我是王自然 谢谢大家 谢谢 说回过年啊 许多地方的人 家里过年呢 都有剪窗花 贴窗花的这个习组 是不是 但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少了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很少见到 但是海员就很幸运 海员小的时候有一次 他就看见 他爸 正在拿一个红色那个纸 在贴窗过年的时候 哇 海员很兴奋啊 从小就在别人家的电视 跟别人家的报纸上看到 哇 中国还有剪窗花 这个习俗 但是我们家一直没剪过 于是就过去跟他爸爸问 说爸爸 今年我们家终于发财了吗 我们可以挂窗花了吗 然后他爸爸非常落寞 一边往窗子上贴这个红色的纸 一边跟他说 不是 是因为今年我们买不起玻璃 过年呢 家家都要做一次大扫除 是不是啊 而且是要在大年三十之前做完 但是其实有的家里面啊 妈妈是每天都做大扫除的 家里很干净 有一年过年 我们家就是 我妈又在那儿大扫除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 妈妈 咱们家已经很干净了 你为什么又在这儿扫除呢 然后我妈就跟我说 嗨 我还是觉得家里哪儿哪儿 可能不太干净吧 这会儿我爸就在旁边 非常气愤地说 还不干净 啊 还不 我藏的点钱都被你翻出去了 还不止气 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过年都有贴福字的习惯 而且我们愿意把福字怎么样呢 倒过来贴 曲一是福到了 是吧 我还记得大概是前年 一个哥们儿捡了个钱字 是吧 倒着贴在自己家 说钱到了 后来微博网给他回帖 这不是倒贴钱吗 池子在自己家 找了一个女神的照片 倒着贴在门上 我说你这是取一样 女神到了的意思吗 他说不是 但是今年 我认为这个事就太哇塞了 池子在自己家 找了一个女神 不说是哪位了 找了一个女神的照片 倒着贴在门上 我说你这是取一样 女神到了的意思吗 他说不是 我是明年想要一个 倒贴我的女神 接下来我们过年对吧 讲究的就是个普天同庆 阳光普照 大家先把眼睛 刚刚四位嘉宾分别 送出了四份礼物 对不对 大家举手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过年对吧 讲究的就是个普天同庆 阳光普照 大家先把眼睛 闭起来 我数到三 我们的礼物就 每个人都有了 好不好 一 二 三 好的 那么接下来 选顾我们本期的人气加鞭 就是思维动势 好的 听两个脑 多喝六个合套 您正在收看的是 由真材质料的两个合套 独家创名播出的 今晚八六总教 祝你们正好 愿你们真一 过得愉快 谢谢大家 郭先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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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 郭先生好 恭喜发财